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维新电视 7月20日星期六晚间7点30分 播出的维新周报 我是洪玉佳 一同关心本周禅吉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 首先关注分四道场法会动态 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 7月17日晚上 由维新助念团举办合遂祈福 消灾拜颤法会 引领同修善信 于道场八楼王禅老祖殿 恭送弟母真经 忏悔灭罪消灾祈福颤文 大家前进一心 诵经拜颤 感恩帝母慈悲威德 也为民养两界祈福 禅吉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 17日晚上 在八楼王禅老祖殿 由维新助念团举办假成年 祈福消灾拜灿灿仪 前世同修大众齐聚 八楼王禅老祖殿 恭送帝母真经 及忏悔灭罪消灾祈福灿文 助念团副团长 原蒙法师 于法医前 向同修们说明此次 会选定送帝母真经的缘由 我们所处的地球 正面临世界各国各地天灾 人祸战争动乱不断等灾难 因而造成人心不安惶恐 有感而发 应该带领大家一起诵经祈福 希望借由共修共振 诵经祈福的力量 来祈求帝母 师尊 即诸佛菩萨加持 护佑地球上万生万物 早日唤醒自己内心灵性 宗主混元禅师曾经开示 帝母真经 即是帝母自己福兰来说法 普通神圣 他的法都是由其他圣神 其他觉者 佛 来说这个法 来赞叹哪一个神圣佛菩萨 他成就的真理妙法 那么今天为什么帝母 自己会从空界降机 有他的道理 帝母因为看到我们地球上的人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不会爱惜 不会知恩 不会感恩 不会报恩 我们大家住在地球上 都是帝母给我们的 有机会住在这里 结果在地球上战争 斗争 骗来骗去 杀来杀去 造成人世间的悲剧 所以帝母娘娘 帝母至尊 心非常的寒 才会自己亲笔扶卵 提醒我们地球上的人类 我们要珍惜 要有这个涵养 要知恩感恩 要报恩 所以经中继续在跟我们开示 老娘为儿更为女 儿女忘了我的恩 吃喝穿戴 娘造化 造化发生我成长 帝母至尊 她的心 她是为了所有的地球上的子 就是我们的众生 无论是男是女 都用她的爱心 让我们住这里 一天一天再长大 这块土地 让我们一天一天 达成我们的愿望 法医随即展开 同修大众 跟随诵经师 共同诵经祈福 忏悔罪业 攻读其安 消灾文书 以虔诚的心来忏悔 以慈悲心来祈福 法医圆满 与会大众 感恩诸佛菩萨之庇佑 让大家平安顺利 身体健康 何有福气 能来此拜灿 同时也感谢同修们 布施贡品 供养诸佛菩萨 祈愿诸佛菩萨 都能满大家的愿 维新记者江品轩 台中道场报导 残疾山 维新圣教大凡寺 7月14日 举办慈悲 药师保忏法会 引领同修善性 恭送经典 维古僧师天德经 慈悲药师保忏 以前进谦卑的心 忏悔过错与罪业 解冤事结 并为众生祈福 除病消灾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参与重点过程 残疾山 维新圣教大凡寺 14日举办祈福消灾法会 助持元朝法师 和全体贤士统修大众 邀请维新圣教 泛拜学院元盟法师 与元朱诵经师 及众泛拜诵经师生坛 带领和会 同修贤士信众 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礼拜慈悲药师保忏 借由诵经忏悔祈福 祈请佛菩萨慈悲见证 化解明阳渊渊 解渊世杰 明阳两立同观照 同修大道正菩提 并请请诸佛菩萨 圣神慈悲垂家护 护佑风调与顺 国泰民安 两岸一家亲 无战争与饥饿 天温天灾永袭 天下太平 法会于上午八点开始 和会同修天写拜占文书 千尘点灯供佛共胜 跟随诵经法师礼颤 恭送诸经回向供养 祈请药师佛慈悲 药叉大将护持 一切病魔灾厄皆远离 世间恩怨情仇都化解 明阳都能觉醒清静自信 大道珍藏 法仪殊胜圆满 元朝法师感恩诸佛 菩萨光降护佑 感谢元盟法师 及众送经师的帮忙 同时也其勉同修们 自己修自己得 要不断地反省忏悔 最后实践 大家还有很多的精进空间 要再加强 并鼓励同修们 先求拥有 再求美好 逐渐精进修行 同时祈愿 明阳两界都得度 在药师佛 及观世音菩萨的 加持护佑下 大家共同成此法传 共转世界和平 两岸和平 一家亲的法轮 元盟法师也祝愿同修大众 一切灾难化为成 平安吉祥 健康幸福 维新记者 曾宗全大凡事报导 继续观星 维新圣教台北树林大安寺 举办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 同修善信 齐心恭送经典 纪念观世音菩萨修行得道 并以庄严书上的法言 前进回向天 人 法界 一心祈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护佑众生 消灾化解 增长福慧 更祈愿台湾与世界 安定和平 残吉山维新圣教大安寺 十八日下午至二十一日 由住持员的法师 带领和会贤士同修大众 焚香上导 禀告诸天圣神佛菩萨 起见公祝观世音菩萨圣诞 祈安消灾大法会 恭请高僧借德法师 生坛法仪 香花树果 栽菜树篆 经典法盐供养 和会大众一心奉请 诸佛圣神慈悲光匠 照请法会坛中 公社联位上各府堂上祖先 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等 寄前来法会听经文法 授纳唯心弟子及大众供养 恭祝观世音菩萨 佛寿无量 同瞻法义 大安寺在每年农历 六月十九日 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日前 举行法会 来感怀菩萨的大慈大悲 愿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以所学一经风水等妙法 来救度世间众生 也愿学习观世在菩萨 心无挂碍 修行自在 更愿如菩萨的无畏布施 闻生救苦 无处不献身 大安寺众多贤士同修 都发心护持法会 担任义工 尽一己之所能 来成就圆满法会 布设谈成 张贴连位 引导参拜贤士信众 及准备各项栽赚水果供养品 和普桌贡品摆设等 分工合作尽心尽力 前来法会参拜礼佛 超度拔剑祖先 有缘的信众 络绎不绝 都是和王残老祖 及观世音菩萨 有数式累结缘分的大众 法仪持续进行中 二十一日上午 将进行摘天科仪 下午瑜伽宴口 普师普供养 有缘有情诸灵 欢迎同修善信 前往礼佛参拜 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 维新记者 游慧玲 何敏 大安寺报导 维新电视台 仅遵创教宗主开示 制作一起学艺精节目 提供艺精大学 在全台分四道场 教室 最新的开课资讯 相关动态 并与大家分享 艺精风水在日常生活 与人生各阶段中的灵巧运用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室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难寻 在学习艺精风水的道路上 有个好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维新电视一起学艺精节目 由主持人袁新法师 走访艺精大学 各地即将开班授课的 法师和讲师们 介绍这些跟随宗主 研习艺精风水学多年 学有所成 并经艺精大学 培养出来的珍贵师资 推荐给全台各地 想要来学习艺精风水学 平安妙法的大众善知识 一位博乐 一位好老师 一起学艺精节目 不断邀请开课法讲师 前来上节目 如近期在基隆道场 开课的元堂法师 在澎湖及台中开课的 元副法师 和在台中道场的 吴清副讲师 杨清禾讲师 以及在彰化开课的 黄家胜讲师等等 都前来畅谈 艺精风水学教育理念及内容 分享学艺的经验及正道 主持人元心法师也以 有老师的老师是最好的老师 点出有在继续学习和成长的老师 就是一位最好的老师 因为这样的老师 会带着我们学习和成长 同时 这些开班授课的法讲师 都是王禅老祖和宗族混人禅师的分身 将妙法传授出去 让大家可以利用时间 学习让自己 家人更平安的方法 节目中也将各法讲师的 开课资讯详细说明 期望有缘的大众善知识 都能听闻开课讯息 前来一起学艺精 大家学艺精 做人处事可安心 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继维新电视台中文章 继续关心维新电视全民健康保健节目 近期邀请左中环中医师 遇上鼠热症后群 及异味性皮肤炎如何护理 在疫情后如何来调理新冠后遗症 从中医自然调和及养生的观点理念 分享给观众们 新冠疫情的严重威胁虽已过去 转而成为肋流感的感染传播 但其症状仍不可轻忽 左医师首先说明如何来区别感冒 流感和新冠症状 若发现是新冠症状就需赶快就医确认 尤其有部分人得到新冠后 会出现后遗症造成生活中的影响 左医生也为大家概述一些 较为常见的后遗症 和其所造成的问题 并结合中医治疗方式 调养解除这些症状 当然预防剩余治疗 左医师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口罩 和勤洗手等等预防方式 避免病毒上升才是最佳的治疗 而对夏季最容易发生的中暑 左医师教授大家如何来快速判断 自己是否中暑了 说明常见的中暑症状 以及伴随而来的危险和并发症 一旦发现自己中暑的救治步骤 要尽量让自己舒缓 阴凉 脱衣 散热等 另外也提到错误的救治方式 如酒精 擦拭身体 吃退烧药等都是无效的 紧接着就是一到夏季就大爆发的 异味性皮肤炎 左医师从如何分辨到 好发的体质 年纪 再到引起异味性皮肤炎的原因等等 一路详细介绍 同时就环境及饮食控制 及怎样来预防和治疗 帮助患者能够来控制它 不要一到夏天就痒痒痒 痒得受不了 欢迎观众朋友锁定维新电视 全民健康保健 带您一起来保健 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残济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7月17日于仙佛寺 维新博物院试听室 举办神职人员教育训练 主要由原心法师与原方讲师 共同分享沟通技巧与学员服务的主题 对神职人员的职能有所注意 在表达沟通与礼等面向 让第一线的服务拥有更好的呈现 残济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17日于总本山仙佛寺博物院试听室 举办神职人员教育训练 由易经大学原艺校长担任主席 招请全体神职人员共修共同参与 宗主办公室原心主任 和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原方董事主讲 藉由此训练来提升神职人员职场礼仪 增进工作职能提升 教育训练在下午两点展开 原艺校长首先致辞勉励同修们 应精益求精提升自己来面对服务群众的工作 原心主任也勉励全体与会神职人员 大家都应该来学习提升自己的服务 面对群众各式各样的问题才能应对得宜 随即由原方董事主讲沟通技巧与学员服务 以先前维新电视台邀请李宗宪老师 进行教育训练之内容 特别针对沟通的技巧和接待的礼仪来演示说明 要如何待人接物才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尊重和用心 此不仅是职场服务应有的礼仪 因为维新圣教是宗教团体 宗主更开示万法维新 神职人员应将心比心 与大众相应心 原方董事请同修实地演练各项礼仪 指出不好的接待方式和好的应对礼仪中间的差异 原心主任也与大家互动 将平日服务大众会遇到的难题提出 一起讨论应对方式 希望能让大众来到维新圣教都能发喜满意 维新记者陈玉美 从本山仙佛寺报道 继续关注易经风水教育动态 易经大学卢州道场 易经风水学初级23班 12日举办开班说明会 进入以下的画面了解 长吉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卢州道场 易经风水学初级23班 12日举行开课说明会 未有缘的乡亲父老 社区大众解说学习易经风水之用处 邀请大家前来报名一起学习 开班说明会有本班导师 云云讲师主持 卢州道场主持 原封法师 吉北头教士 原舍讲师等多位讲师和准讲师等 都前来祝贺 并致辞分享经验 原封法师 首先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 并以自身学艺且用易经风水 改变自家环境的经历 来勉励大家要学习如何平安才是重点 原舍讲师也以自己孩子书桌位置的转换 使成绩节节上升的真实案例 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 用如法的环境来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平安健康 使事业学业都顺利 科讲师则说天下一家亲 大家都是一家人 能够一起来学习易经是非常好的事情 分享自己儿子受伤 找到贵人来处理 而能迅速恢复 并将家中不如法处赶快处理如法的案例 说明维新圣教妙法的殊胜 王文贤讲师及袁鹏讲师 苏正中讲师和几位闲士同修 也都上来分享经验 并祝福新的学员能有机缘 掌握此机会来学习平安妙法 本班于19日正式开课 袁云讲师担任授课老师 代表王禅老祖及宗主魂元禅师传法授课 开课期四个月内都接受报名上课 欢迎卢州地区乡亲父老及有缘善知识 妇如老幼都来报名上课 大家学义经 大人小孩皆聪明 维新记者何敏 卢州道场报道 本周分四道场社会服务方面 主题为往生助念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禅吉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助念团及同修贤士 十四日下午由宜兰道场助持袁昭法师带领 前往陵府为十八届学员张秀兰贤士往生净土助念 袁昭法师上香秉明助念事宜后 大众一起恭念王禅老祖暂计 恭请老祖师尊牵引新归原 来临谈前听经文法 一循唯新圣教助念法仪 同修大众恭颂金灿称念佛号 并为张贤士开示道 王禅老祖学妙真经开示 人身虽有毁坏 灵性不能灭亡 今日辱之色身虽坏 但般若自信不生不灭 唯有万元放下一心称念佛号 才是性命归一之处 事故唯新圣教宗主上混校园禅师慈悲开示 人身细胞亿万佛 细胞之中有光明 若是细胞皆放光 人人是无量摄佛 细胞光明靠修行 光明来源请念佛 念佛圣号新生力 一生佛号一尊佛 大众一同恭念阿弥陀佛圣号 祝诵张贤士最后一程 愿其回归阿弥陀佛极乐净土 花开见佛继续修行 直至成佛 仪式庄严圆满 维新电视宜兰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现在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与烦恼 尽心片刻一同欣赏八十老翁混人禅师 五百罗汉尊者 龙行如意莫保 书道展 听言之犯 成佛 队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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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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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心禅语 这个就是恨会跑出来 心火恨跑出来 不满跑出来 那这样来你就吃不下去 路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继佛说于兰盆经讲义 感谢您今日收看维心周报 仰造王禅老祖天威 我们诚心祈愿 消灾化节解怨世节 台海两岸和谐安定 世界五谷丰登 平安和谐 欢迎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中午12点 下午5点30分 打开维心电视 收看维心周报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